公主 可是你会设心术 而且 你也曾是旧罗刹的徒弟 国师是我的师父 可是我并没有学习他的妖法 如此 那旧罗刹 还有另外一个徒弟 我再问你 和亲前夜 你有没有去过公主井宫 根据公主的贴身宫女慕容艳所说 那天晚上潜入寝宫的人 穿了一件长袍 先开始我以为是纠罗刹 可今天亲眼见到你这个模样 我突然觉得 你就是潜入寝宫的那个人 你还引大鹏鸟暗杀慕容艳 杀人灭口 会妃娘娘你们也应该见过 于是你又再次动用妖术 企图冲出 戒备森严的驿馆 就是为了前击会妃娘娘那里 对她下黑手 说得没错 都是我干的 是我杀死了金珠公主 害了会妃 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干的 如此说来 你是认罪吗 请袁大人转告大唐天子 本王子认罪伏法 只求一死 死 连你父王一起吗 你 住手 都是我干的 都是我干的 袁大人 袁大人 与我拨无关 袁大人 我算是您的 你瞧他若不禁风的样子 怎么可能是凶手 很明显的 故意把罪名往自己身上来 要我说 不 这趟大唐咱们又白来了 没白来 验证了我一个猜测 猜测 我说大人 咱现在猜不起了 你总是搞猜的哪能行呢 那你猜现在凶手是谁 猜太九罗刹到底在哪 我自有安排 天亮之后必有结果 袁大人 袁大人 好消息 成了馆的石棺主出城了 盯紧了没有 盯紧了 走 走 走 往哪儿跑啊 别浪费时间了 把知道的说出来 是 是 是 我说 不 这都是 纠罗刹逼我的 他要我每天给他送吃的 还告诉我 如果我要是走落风上 他就杀了我 那纠罗刹 为什么要抢你管内的 黄名册 这我哪知道啊 不过他问我 有没有收留过一个 克兰国的女子 我 我是收留过一个 那都很多年前了 记不清了 他就拿了我管内的名册 说是自己查 那那个女的是谁 我真不记得了 时间太久了 你别拿刀吓唬我 我怕刀 不怕就带我们去找旧罗刹 我不去 他会杀了我 你知不知道 郭藏大堂罪犯了 按律当斩 你就不怕 我先杀了你 好好好 我答应 我答应 里面 你俩守在这儿 是 我一个人进去 这怎么能行 那个妖僧肯定在里面 布了很多机关 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你进去反而会坏事 原来大人是嫌弃我 就罗刹 心醒孤望 我一个人进去更方便些 那你小心点 那你小心点 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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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爺 袁大人智力膽識過人 雖不善武功 卻敢一個人進來 老夫佩服 老夫佩服 你笑什麼笑 笑什麼笑 誰笑了 我告訴你 九落叉跟你脫不了干系 所以只要我們盯住你 就一定能找到九落叉 是不是 是是是 笑什麼笑 你逃出天牢大鬧長安 也並非故步一陣 其實你和我一樣 都在找殺害公主的元凶 袁大人不愧為大唐第一術士 是個好對手 方才 我得知國師正在找一個克蘭女子 之前在常樂館學武 後來不知所蹤 袁大人也應該知道 常樂館習武出眾者 常會被選送公中 這麼說 此人也是國師的徒弟 世人都以為 我的徒弟是克蘭王子 實際上 我還有一個女徒弟 是克蘭王子乃娘的女兒 從小和王子一起長大 可惜王子體質孱弱 又使老夫的絕世法術為 詐術和妖術 這倒便宜了那個天資聰慧的女娃娃 雖說是年少力薄 學不了什麼武功 但是對老夫的法術 倒是頗有領悟 這麼說 這個女徒 從小就學會了國師的 朱斑法術 自然也就是學到了一些皮毛 更何況 更何況 國師的法術 在我看來 就是一些迷藥之術